最近不是因为那个 在那个书业室那边 就是用来就是给他们应该集的 就是有什么作业没有做完应急用的 即日 学生编书业编作题这一话题 引发关注与热议 有网友通过某平台发布视频反应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书业区设置了 专门的学习区提供给学生看书写作业 有网友调侃不愧是江苏教育看南通 也有网友认为生病了就应该好好休息 11月27日晚7点半左右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二楼书业区 区域内几乎坐满了书业的患者 还有不少人在排队 在书业区的一角 可以看到贴有学习区的指示牌 下方写着请留给最需要的学生使用 该区域内摆放着四张长桌和一排椅子 椅子已经坐满学生和家长 学生左手在书业 右手拿笔写作业或翻书 家长则坐在身边陪护 高一学生黄敏杰表示 生病了就不应该写作业 虽然自己刚做完作业 但还是觉得能尽快回到教室更好 另一位初三学生高明星 华明则表示 这样的安排挺方便的 方便自己完成学习进度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人员表示 医院其实并不鼓励这样做 学生生病了应该多休息 身体才能恢复得快 但是仍然有学生拎着吊屏 到处找有桌子和灯光亮的地方做作业 所以还不如给他们提供一个地方 同时该护理人员还表示 不少医院也有类似的学习区设置 并且 entry